大家好 欢迎收看百看影坛 博物馆奇妙夜在我心中 一直是类似勇敢者游戏的冒险奇幻类电影经典 试问哪个孩子没有幻想过 有一天自己在这些场馆里游玩时 里面的展品可以复活过来 电影里的男主角莱瑞就是这样的幸运 博物馆里的展品都复活了过来 整部电影变成了一出热闹的喜剧 同时也狭杂着负责的亲情 电影的主角莱瑞是一个人到中年的倒霉蛋 早就已经过了儿立之年的他 不光一事无成 就连儿子的抚养费都要付不出了 也真是丧得没话说 不过他也是很想得开的 这技术活干不了就去干保安好了 于是莱瑞就来到了博物馆里 博物馆原来的保安是三个老爷爷 看样子也确实到了退休的年纪 请个年轻的一个顶三个硬 馆长的算盘打得不错 本来博物馆白天没什么人 晚上就更加悠哉 看起来也应该是个好参事 但是到了晚上 咱们的男主角就笑不出来了 这突然冲出来的恐龙骨架子 特别有存在感 感觉上电影导演一直都很有自己的想法 不按照套路出牌 所以恐龙骨架子也可以喝水 这展示了有点类似小骨的习性 但是这样的设定反而给电影增加了笑点 那恐龙的骨头尾巴一摇一摇的 真的是不应承认 被一坨骨头架子闷化了心了 还有庄严的复活岛石像竟然是个画脑 还找人要泡泡糖 所以你是打算用石头嘴捶泡泡吗 之前老头闷感的攻略 也然成了莱瑞的救命稻草 只是这稻草还是让猴子可以抢走撕碎了 在这里还是要表扬一下猴子的特效 完全就和真的小猴子一样 没有丝毫的破绽 小人族也是厉害的不行 拿瑞完全就没有招架之力 幸好罗斯福蜡像及时赶到解救了他 这里比较巧合的是 罗斯福蜡像的扮演者 也正是勇敢着游戏里第一部的男主角 他演绎的众多电影都是我的心头爱 所以只要有他在 这部电影的趣味性就更加的毋庸置疑了 罗斯福带着男主去看了法老的黄金版 这个黄金版就是造成博物馆里所有生物复活的原因 白天的时候博物馆里平平静静 但是到了晚上 这里就成了展览匹们的狂欢场所 电影的反派boss也上人意想不到 竟然就是三个被替换掉的老保安 满头白发还要跑出来做坏事 也真是辛苦他们了 本身男主角也并不是对手 但因为黄金版如果失线 博物馆里的展品就算也不能复活起来玩耍 所以说没有永远的敌人 只有永远的利益 为了黄金版 本来斗来斗去的展匹们 开始起心合力的帮助男主 在大家的帮助下 终于解决了坏人 追回了黄金版 虽然大家的帮助很重要 但是莱瑞到了博物馆后 学习了不少的历史知识 也知道了马的口令 才让车停了下来 也算是一次神助攻 感觉这个故事是在告诉我们 知道点历史知识是多么的重要 关键时刻派上了用场 好了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吧